102. 山頭特區晚報 卡梅倫公布反恐五年規劃要求互聯網企業開展清網行動 去除宣揚極端思想內容 2015年7月22日國際新聞04巨新話社電英國首相 戴維卡梅倫20日公布反恐五年規劃 重點防範本土恐怖分子 防止青少年租極端組織洗腦而加入其中 對此 卡梅倫提出一系列措施 他要求互聯網企業開展清網行動 去除宣揚極端思想的內容和視頻 幫助監控潛在恐怖分子 對於可能附海外參戰的青少年 政府將允許家長撤銷他們的護照 阻止其出國 別當炮灰 卡梅倫20日在百明漢一所學校發表演講 公布反恐五年規劃 展述防範恐怖分子的具體措施 他說 英國必須行動起來 向青少年揭穿極端組織的真正面目 而對抗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發動的宣傳戰 卡梅倫說 如果你加入他們 你並不會成為一個有價值的成員 而只會成為炮灰 如果你是男孩 他們就會吸你洗腦 把炸彈綁在你身上 把你炸掉 如果你剪女孩 他們就會無液你 虐待你 這就是伊斯蘭國野蠻殘忍的真實面目 英國政府估計 共有約700名英國人增前往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地 接受伊斯蘭國訓練 其中一些人已返回英國 警方擔憂 這些人可能在英國發動恐怖襲擊 根據卡梅倫公布的反恐規劃 防範本土極端分子 防止青少年被極端組織 古惑將成為英國反恐工作重心 青網行動 在這份反恐規劃中 卡梅倫要求互聯網企業開展青網行動 去除宣揚極端思想的內容和視頻 幫助監控潛在恐怖分子並提供線索 他同時對一些互聯網公司未能積極配合青網行動表示不滿 他說 當我們要打擊恐怖主義時 這些公司及及出諸多借口 稱困難重重 對不起 我不能接受這些託詞 對於遭洗老肉腐海外參戰的青少年 卡梅倫呼籲家長予以阻攔 他說 英國將引入一項新機制 使家長可以直接撤銷子女的護照 防止他們出國 引發爭議 卡梅倫在演講中同時提及 極端主義背後有宗教因素 溫和派宗教人士應積極發聲 以對抗極端組織的宣傳戰 不過 這種說法引發爭議 聲明寫道 極端主義由一系列複雜因素促成 而把意識形態單拿出來作為主因 等於把問題過於簡單化 極為不妥 這恐怕會使英國一些少數族裔群體感到不自在 英國莫斯林協會秘書長舒賈沙菲也 對卡梅倫的言論表達不滿 他說 卡梅倫這翻言論似乎在暗示 已找到了對抗極端主義的特效藥 這非常危險 他擔憂 普通文獄 可能因宗教信仰而被貼上極端分子標籤 在圍套中 有者 在圍套中 在圍套中 注意